掀起了超过17级的阵风 这是宜兰继1994年 格拉斯台风之后 近15年来瞬间最大的阵风记录 当地不仅有多处的电线杆 是一整排都被吹倒 明斩的屋顶被掀翻 甚至有小轿车 整排被腾空吹起 墙面台风在宜兰刮起 超过17级阵风 28号入夜后 宜兰四处可以看到电线杆倒塌 红绿灯折成三段 招牌散落一地的凌乱景象 但天亮后的画面更是惊人 感觉充满的民众冒险通过半岛的电线杆 还有车辆压过 断落在地面上的电线 让人捏把冷汗 沿途可见 摇摇欲坠的招牌 明斩铁门被吹得不成样 铁栏杆居然也变成大大的U字形 但最令人看为观止的就是这辆车 重量差不多两吨 却被强风腾空吹起 后轮胎卡在围墙上 车主找来吊车救援 通通没有撞到 就直接风这样卷起来 直接风到那一吨 他的车子没有受损 但是追加人就没这么好运了 车库屋顶坍塌 压在两辆车上 车主看得欲哭无泪 强敏台风威力强大 让肆虐过后的宜兰街景 缠不忍度 这些新闻 朱建伟朱涵与林世宏蔡萌珍 宜兰采访报道 好 强风好